中文字幕志愿者 顾问斯蒂芬班农被法官判处了四个月监警 原因是他拒绝与调查去年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国会议员合作 在判处这一行期时 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卡尔尼克尔斯命令班农支付6500美元的罚款 法官允许班农在对他的有罪判决提出上述期间推迟复刑 班农对我们频道的老观众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以前曾是高盛的基金管理人 后帮助川普竞选2016年的总统获得成功 也因为川普建墙案被逮捕后后来被川普赦免 曾担任媒体Break Bar News的主编 主要方向是抨击全球变暖并在全球宣扬民粹主义 另外呢早期在香港和上海还参与到电脑游戏 魔兽争霸的员工欺诈等种种行为 对不胜美举 那大家知道吗 班农还曾经混过科学界 这个我倒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好像教育界混过 但是科学界是不是跟这个教育界也是有关的 有点关系 而且他承担的这个项目 在科学界的分量还不小 直到今天为止 被很多科学粉丝和科幻迷 誉为人类的唯一希望 但是班农怎么对这件事情这么低调呢 因为没成功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圈二号实验 生物圈二号实验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Biosphere 2 我已经准备进入 我已经在这两个环境的最终的环境 了两年 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得从头开始说起 我们好好谈谈 时间得回到八十年代 当时是科技大革新的开始 有数百家新公司产品 科学突破和新技术的发布 令许多人感到惊讶 1987年被誉为史上最雄心勃勃 最昂贵的科学项目之一 被启动了 就是这个生物圈二号吗 对的 这个地点呢 是在美国托斯卡纳亚里桑那州 图桑一百五十分钟 这个地名大家老观众就非常熟悉了 在亚里桑那的图桑 对 好像蛮适合的图桑这个地理环境 生物圈实验 它在圣卡塔里纳山脉底部中 建造了巨大的玻璃和空间的框架设施 就是一个green house的意思吗 对 与你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同 这个实验呢 被称为生物圈二号 它的建筑像极了金字塔和大圆顶的教堂 那为什么它叫生物圈二号呢 因为他们认为地球就是生物圈一号 而二号是完全复制地球 那生物圈二号实际目的呢 是实验一个封闭的人工生态系统 占地约一万两千一百四十平方米 由五个人工生态子系统来构成 它们有海洋 雨林 沙漠 红树林湿地和大草原 目的呢 就是为了完全模拟地球上的生态系统 但是把它做的迷你化 说是迷你但实际上很大 一万多平方米 然后在这里边 生物圈二号呢 计划从1991年9月26日 至1993年9月26日结束 也就是这样 地球的生命还挺短的 以测试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有八个生命研究员呢 四男四女 包括一名医生 进入了该封闭生态系统 在那里 他们受到了任务控制中心的密切监控 所有的一举一动啊 全都得记录下来 哪个是亚当和夏娃 四对啊 然后这它里边有规定啊 就是在里边呢 你可以谈恋爱 可以生育 这都看你 这都是自愿的 但是呢 没有人在这两年中这样干 在两年实验结束以后啊 一名男科学家和女科学家 出来的第一天 马上去登记结婚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项目的原因呢 就是当时社会上 有两种流行的漠视理论 哪两种 一个是温室效应 和另外一个是全世界的病毒 但是这两种理论啊 主要在富人圈流行 因为当时没有互联网 信息传播的比较慢 富人阶层各种club中间 就互相传说 这个温室效应啊 会摧毁地球啊 马上这个灾难就会到来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全世界将会有一个大病毒流行 消灭地球上90%的人 所以说呢 让大家投资来做一个实验 做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 将来啊 也可以为到其他行星上去殖民呢 打下一个基础 而生物圈二号项目呢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 它被宣传成 这可能是人类殖民火星的第一步 和地球上以后唯一仅存的避暖所啊 所以说叫一时二女 一个就是去其他的 比如说火星殖民 咱们得建一个封闭的 类似地球的这个生态系统 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咱们也不拆了 等实验完了以后啊 如果真的是全球变暖摧毁了地球 环境大变化 或者是这个大病毒的流行 让地球的人口减少到10% 那有钱的人就可以进到这个房子里边去避难 但是有钱人应该不止才八个吧 十八个人进行实验 这些理论呢 非常适合当时的社会流行风气 和赛博朋克的风潮 因为好多人啊 追捧该项目 觉得他如此先进和拥有未来主意 但实际上呢 他却成为由戏剧 阴谋 邪教 和亿万富翁 组成的相当疯狂的科学实验 但最终呢 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包括这位我们熟悉的人物 斯蒂芬·班农 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呢 叫约翰·艾伦 他是一位涉足戏剧的著名冶金学家 你听他的这个名称就很奇怪 对 我觉得听他名称就好像他不应该涉猎于这样子的科学实验 他是一个炼铁的专家 炼钢 炼金 但是呢 实际上呢 他的兴趣啊 在戏剧方面 这么一个人领导该项目 他曾在当地亚里桑那州 土桑附近 与先锋剧团 组成了梦想大烹车剧团 在里边和他们一起共事 那这个剧团呢 逐渐发展成了一小群追随者 后来演变成了一个世界末日邪教 就是一些比较激进的那种 绿色组织有点 不是绿色组织 全球变暖和瘟疫大流行是存在的 但是呢 能不能马上摧毁地球呢 摧毁不了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类是有应急预案的 但是当时这套东西就好像马上就要灭绝了 就一种漠视理论 那这个时候呢 艾伦开始用约翰尼这个壁名写书 那约翰尼呢 认为解决地球即将毁灭的方法是太空探索和火星之谜 对 他就觉得这个地球活不下去是吧 地球必须得毁灭 所以要得去别的星球 对 要去别的星球之前呢 咱们先得实验实验在地球上 封闭的环境能不能成功 那生物圈二号呢 八名科学家呢 其实都是原来梦想大棚车的成员 就是八名到后来参与生物圈二号的那些人 都是想漠视教的成员 都是最初的创始成员 他们其实是真性 然而所有的参与者都希望生物圈二号 将来能在火星上复制一下 然后建人类的基地 那这个艾伦呢 现在别名叫约翰尼 忽悠来了当时在徒桑的一碗符翁 艾德贝斯 还以为忽悠来了班农 班农出现的时候 这个事基本上就快黄了 艾德贝斯的财富呢 全部来自他自己啊 继承家里的石油生意 他是一个富二代 这个人今年到2022年已经77岁了 一辈子喜欢搞一些生态的项目 当然他的这种出手阔绰和雄心满满的做事风格 使得他的一些项目并没有达到起初的目的 反而对当地和野生动物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比如说尼泊尔的劳 这个我们找机会再说 艾德贝斯最初为生物权项目呢 提供资金预算是3000万美元 很阔绰 你想想1980年啊 3000万美元 但是这是基础预算 一开始这个项目启动时的预算 但该项目都完全建好了 实现了 开始那八个人要进去了 还不算运营成本 已经耗资了2亿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3.63亿美元 那这些钱都是他出的吗 艾德贝斯出了90%的自己 那还挺厉害的 这个人我就说嘛 继承了无限的财富 说句实话 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事情 对 那实验的一个关键部分 是完全自给自足 这八个人就进去 就跟外界完全隔绝了 还带了一个医生 试验的条件就是规定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进入 或离开这个封闭的生物圈 就算得了疾病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办法从外面 把药带进来是吗 不行 因为你就什么都不能带入 但是呢 在实验开始的12天 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意外 生物研究员简波音特 在使用脱力机时 不小心切掉了自己的小拇指 那随行医生呢 那随行医生呢 将指头给他接上了 但是呢 治不了 没有当时没有这个仪器 然后指头呢 开始萎缩并且变黑了 没接好 没接好 对 那外面的任务控制中心呢 也就是说 弄到外面来接受治疗 从那以后呢 是吧 哎 然后治好了以后呢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的时候啊 随身带着两大行李袋 里面塞满了不知名的物品和工具 直到今天 这里边到底带了什么进去的 也不知道 我估计他怕死 所以带了一些紧急救助的东西 家伙切了脚趾 我听说带了些零食 湿的能量棒什么的 一会儿我跟你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项目当时吹的非常高调 是万众瞩目 这些媒体啊 就时刻盯着你自己公布的实验条件是不能进出 特殊情况出来治病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进去以后你带了什么物品 你应该给大家公开 这是大家第一个的质疑 这也是说我们经常看科幻电影 长时间旅行 或者到其他的星球啊 人类首先得发明一种自动治疗的机器 有什么病 上在机器上一躺 一个小手术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你随便带个医生进去 解决不了突发情况 或者大病什么解决不了 这个医生得全能的医生 因为医生都不是都有专科的吗 人类的医疗都有大进步 当时的质疑呢 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呢 如果这个项目在火星上 它是出不去的 那小指头就掉了 那这就是第一个意外 那后来呢 生物圈二号的主要目标之一呢 也是他们自己公布的 就是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大气层 就是我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以后 有雨林 有海洋 有湿地 有沼泽 有草原 我应该不需要外界给我提供任何东西 起码氧气和水 这方面的东西是可以自己产生的 就好像大自然一样 那雨林呢 他们计划将会净化空气中有害的二氧化碳气体 而树木呢将会把氧气释放回大气中 形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生态系 然而呢机组人员进入球体内24小时以后 里边那个机长Captain就宣布二氧化碳水平 已经上升至百万分之五百二十一 到了第二天的二氧化碳水平增加到原顶外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就是多了一点五倍 那每天呢里面的人员呢就开始感觉到很累 他们爬楼的时候就觉得疲惫 就跟高原上去爬楼是一样的 氧气不够 氧气呢开始下降 但是呢他们坚持了两年 在17个月后再测穹顶里边的氧气水平 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十四点二了 这就证明两个方面 第一里边的生态系统没有起到净化二氧化碳的作用 第二里边的这个树林系统呢 没有起到增加氧气的作用 所以说这两边都不行 这八个人就在里边坚持着 人在低氧水平下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导致这些人员完全没法正常工作 连医生啊连加减法都算不清楚了 我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没有结婚啊生孩子 氧气不够 一动就出汗 那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量的二氧化碳呢 后来经过一些研究啊 发现土壤中的细菌啊是罪魁祸首 它们排泄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那另一个问题呢 是绝大多数生物圈二号是由含氢氧化钙的混凝土建造的 也就是水泥 混凝土建造的墙壁和生物圈二号里面本来就不多的氧气开始产生了氧化反应 最后呢会产生氧氧化钙和水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有水泥和混凝土建造的墙壁呢 不但不能净化二氧化碳 反而会消耗本来就不多的氧气产生碳酸钙和水 墙上呢都结白胳膊了啊 然后和渗水 就是墙呢也消耗了大量的氧气 后来呢他们想到了解决方案就是在这个墙壁上都涂上了一层保护层 但是氧气水平仍然没有提高 到实验的后半段呢 机组人员不仅氧气水平低 而且氧化二氮的水平变得非常危险的高 这增加了他们大脑损伤的风险 这时候呢这个项目进行到一年零四个月 有媒体发现呢装有三万一千磅液态氧气的油罐车 被派往县场望里输送氧气 人家活不下去了那几人 对大家记住这是违背当时的实验初衷的 但是比较难吧你要实验初衷和人命当中做一个选择 那你就签了合同不能终止这个实验 那你应该结束实验 因为你的实验已经失败了 不是偷偷的忘礼送氧气让媒体抓住 这个呢有班农的原因 后来科学家呢偷偷的放进了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洗涤器 就是以防二氧化碳达到可以杀人的水平 就是里边快变毒气 其实不幸的是它每天的费用是非常贵的 是整个项目陷入了萧条 而且完全破坏了整个实验的初衷 也就是说你不人工干预根本就活不了 我觉得好像是运算没有算好 再一个呢就是好多事情他们实验之前完全不知道 就是土壤里的细菌怎么会消耗大氧 产生大氧氧化碳呢完全没有考虑到 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当时的科技是非常先进了 当时这个项目就好像现在马斯克要上火星 那个项目是万众瞩目的 天天有人盯人 那里边这些八个人呢 不光是呼吸困难 吃饭也成了问题 他们的第一年的作物产量非常低 就是那些做实验的人必须在那边还要耕种是吧 对他们要完全自给自足 随行医生罗伊夫尔德就不向外边求救 虽然他们都吃不饱了 那个农作物根本就不长 但是他坚持不让这些人吃饱 继续进行实验 因为他的研究课题就是饥饿怎么延长人类寿命 他想借这个机会就看看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是不是正确的 他是饥饿治疗师是吧 对他之前在外边也写过很多论文啊 就是瘦老鼠啊比胖老鼠啊更长瘦 就不容易得病吧我觉得 更长瘦啊 这个医生就觉得哎这不正好吗 证明一下我的实验猜想 那为什么农作物不产生这个收成呢 第一二氧化碳水平上升是关键 带着这个农作物啊和动物啊都开始大量的死亡了 也有特别茁壮的东西 就是其他的动物啊需要氧气多的都死了 有一些适应能力强的一些东西 活的非常好 但是人不能吃你猜他是什么东西 觉得好像是昆虫类的东西 蟑螂 可能可以榨一下 所有他们带的物种啊除了哺乳动物啊 昆虫类只要是适应能力强的 蟑螂臭虫还有一种蚂蚁 然后就在里边迅速繁殖 那植物方面呢最坚韧的物种啊 这种藤蔓植物啊迅速扩张生长 把其他植物的养分都夺取了 这种东西啊在我们中文中啊 叫牵牛话也叫狗一把草 听着好像挺生态的 当时实验室一关灯 成群的蟑螂就会涌进厨房找吃的 他们抓了这些蟑螂呢 把他们碾碎喂给鸡齿 通过鸡呢来补充他们的能量 但后来鸡啊都给憋死了 蟑螂就成群的繁殖 几乎统治了这个生态系统 还挺恐怖的 睡觉的时候都是蟑螂嘛 都是蟑螂 后来呢就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啊 他们的身体呢因为吃不饱嘛 开始燃烧储备的脂肪 在这个脂肪中储备的毒素呢 也会被释放出来 并侵入到他们的血液 那生物研究员呢 开始抱怨自己的行动迟缓和精神疲惫 这导致啊这八个人啊 在里边分派了 开始互相偷窃对方的食物 并且呢产生了内斗 老猜测你是不是还有吃的藏着 不给大家分享 也就是由粮食配给问题 导致了这八个人的小社会 在里边都开始了内斗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符合 诶 更临发折的 对内斗越来越严重 这导致了这些人啊激烈的争吵 他们开始互相啊 往对方脸上吐口水 而关系呢也变得非常的糟糕 并且呢停止了互相交流 任务中心呢这时候想了个办法 请来了一位心理学家 看看他们是不是疯了 那最后这位心理专家呢 将其归咎于权力斗争 说不用干预 什么都缺 就是不够够吸氧 还不够吃的 这时候啊 班农来了 实际上早在90年代初呢 班农在加利福尼亚的比弗利山上 就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 叫班农公司 英文叫班农&Co 那班农公司呢在项目资金枯竭后呢 接管了生物圈二号项目 当时在公开录像当中啊 班农为了给这个项目造势融资啊 他不遗余力的宣传 他现在一直在贬低是假说和谎言的 全球变暖利润 嗯 其实呢一年前呢 班农就看上了这个项目 主动给主要投资人爱德贝斯呢 提了一个议案 说我会解决你的资金问题 甚至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钱啊 出去谈判的时候却是顶级待遇 必须得是私人车 豪华车 五星级酒店的待遇 但是呢 拉投资一个都没有拉来 另外呢 他团队内部当中 对女性啊 进行了言语侮辱 账务方面呢 也不清曝除 有指控班农接管项目期间呢 仅有的项目经费 凭空消失了 接近100万美元 生物圈里边的科学家 得到班农来接管的时候啊 这时候也不打了 异口同声的第一反应就是 糟了 因为班农一年前的提议啊 他们是知道的 当时班农刚才说了 开源接流嘛 就是要维持最低成本 让他们自生自灭 同时呢 他去外边拉资金 而在外面的生物研究员呢 担心里面人的生命安全 于是他们采取了行动 在1994年4月 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打破了生物圈 随后呢项目成员得到了班农的警告 但是项目再也恢复不起来了 随后破产 这也算一件好事啊 对的 是坚持不下去了 对 虽然这个实验失败了呢 但生物圈二号啊 带来了一些惊人的发现 那班农的降临呢 使成员呢 进行滑变来反对它 后来呢 这个项目啊 就被亚利桑那大学 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买下 他们买下了这些建筑设施 随后呢改造成了大型的试验室 因为基础设施还在 他们很容易 重新利用生物圈二号的一些设定呢 帮忙来改变一些环境参数 来观察地球的状态 他们宣称呢 甚至还可以看到地球未来的样子 今天这些建筑啊 仍然在运行 通过2020年这次疫情的爆发呢 又使得这个项目变得非常的有名 我比较好奇那些蟑螂怎么样呢 自生自灭了 后来呢由于啊地球上有一些人类难以解释的难题 比如说大宝礁附近的珊瑚礁 慢慢消亡的这个谜底 也是因为这个项目实验而解除的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造成了海水的酸化 使得这些珊瑚礁呢 生活环境改变造成了死亡 虽然这个项目是失败的 远远没有达到当时一些科幻谜 和这个科学爱好者甚至是投资人和组织者 对这个项目的预期 但是呢 坏处里边呢 是有好处的 起码解释了珊瑚礁 为什么会死亡的问题 同时呢 现在的珊瑚礁保护区呢 也特别注意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含量 每天都要监测 这点是人类学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项目啊 是一开始注定要失败 第一呢 就是它的投资人 是一个不差钱的这么一个打横 做项目预算和规划 也非常的激进 当时他得到这个项目想法的时候呢 顺应到80年代这种世界末日的狂潮呢 他是非常兴奋的 他说我是掌握着唯一真相的人 另外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呢 也就是那个位 艾伦 是一个邪教成员 他鼓吹的这种阴谋论和末世理论呢 是和实际是完全不相符的 在他的构想下造成的这个东西呢 是成功不了的 有些违背基本科学的一些基本东西 比如说望里输送氧气 和这个清除二氧化碳 虽然是按科学的方法进行的 但是完全违背了这个初衷 而对这个项目 造成了这个预算方面重大的损害 他的这些研究人员 虽然也都是科学家的title 但是是相信这些末日理论的 他的死忠成员之一 他们就是太片面激进 就是和主观化 他后来的接盘人这个班农 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他对这个项目 在他的眼中来说呢 完全就是一笔金钱相 他在里边要得到享受 对这个实验人员和工作人员 怎么待遇他根本就不管 而且反而非常的刻薄 这是他赚钱的一个好方法 虽然他最后赚钱失败 他从来不提这个事情 然后从这个看出呢 其实有些科研项目 背后都离不开资金 和这些贪婪的投资人的这些想法 他是不是纯科学呢 能不能达到好的目的呢 这个叫成者为王 败者为恐 各有各的方法 那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这样的项目 让大家觉得初衷是好的 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 投资的疯狂的项目呢 我相信也有 咱们遇到 在 数不胜数 只是我们不知道 而且 感谢观看